做運動,蹲下起身,甚至乎走樓梯 這些常見動作看起來很容易 但隨時有機會傷到我們的膝蓋 可能現在有些公公婆婆喜歡去公園做運動,踢一下腿 但很多時候他們會放鬆膝蓋 可能每一刻踢出去的時候,在膝蓋裡會撞擊 另外一些可能很多人都會很不注意 就是上樓梯的時候,踢下去 其實每一刻踢的時候,他的撞擊都非常大 難道要盡量減少動動才是對膝蓋最好? 因為我們人隊本身是設計出去動的 你想想他的腳就是我們每天動得最多的關節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都是鍛鍊放鬆位置最好的 今集查這些,由健身教練楓sir去跟我們講解 不同位置的膝蓋會由什麼原因造成 再教我們如何預防膝關節痛 楓sir你好,我想問一下我們的膝關節是由什麼構造而成 以及其實他們各自有什麼功能 好,我們逐一逐一講 首先,上面這裡由上而下 上面會有大腿骨,通常我們叫鼓骨 鼓骨最盡頭的位置其實是有軟骨的 上面會有些引帶或者有些骨頭 上面鼓骨之後下面就是勁骨 勁骨下面這個位置有軟骨之外還有半月板 半月板的作用就是來吸收你撞擊的衝擊力 例如下樓梯的時候會撞 它就用來射力了 前面有一塊我們叫菠蘿蓋的東西 其實當然是噴骨 它上下也有引帶給你動動 在你膝蓋的屈曲的時候 另外還有外兩側 外側我們就叫負引帶 負引帶的作用在兩邊 就是用來讓你動動的時候 不要把腳拉脫了 就是用來讓你貼著它 至於十字引帶就是在前面 拉著後面一個交叉形狀 或者讓你在跑步駕停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移前或去後的受傷 你的作用就是這樣 我們的膝關節因為都會有不同的痛楚 例如你剛才說的 奔骨會痛 或者是我隔離兩邊都會痛 或者是前後都會痛 我想問一下這些痛楚通常有什麼問題引起的 其實膝關節可以有很多很多種的東西 我們說一些比較常見或者易明白的 第一最常見的就是撞擊的時候 撞到它的軟骨磨蝕了 然後就變成可以撞擊到骨頭 慢慢生骨刺會解到你的血管 或者是搞到神經 或者可能淵巴也會有症到 可能那些就會出現痛症 如果我們說用負引帶去說 負引帶其實會看到一件事 其實它吊著上弄下這個位置 在你曲的時候它就會去後面 伸直的時候會去前面 所以如果跑步或者一些要屈曲動作很大的時候 它會不停磨擦到這條引帶 負引帶就可能會有損傷 就會兩邊有機會痛 還有一些可能是肌肉成因 例如上面這些位置可能是四頭肌痛 即是收縮得太緊 所以扯到它會有撕裂的感覺會痛 如果你說後面有些腫脹的 有時候可能會是一些退化性關節 或者是一些雷鋒實性關節炎 或者是一些雷鋒實性關節炎 也會有可能是你的後十字印帶受傷 所以令到後面會腫脹即碎 這樣也會有痛症 而前面這裡 相反後面是後十字印帶 前面就是前十字印帶受傷 可能有些人踢球的時候 突然啪啪啪突敵 其實可能一啪就啪斷了 也不一定的 就會形成這些痛症 那針對我們膝蓋的痛症 其實我們是有沒有日常的習慣 或者錯誤的姿勢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做 或者要避免的 我們可能有些是運動習慣 即是可能現在有些公公婆婆 喜歡會去公園做運動 踢一下腿 有些可能如果是這些動作 就是它最重要是拼的時候 就是拼這個動作 就是拼我們的寬關節 但很多時候它們會放鬆膝蓋 可能每一刻踢出去的時候 腳踭就會這樣蹬成 即是膝蓋就會這樣撞擊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會令它勞損的問題 另外一些可能很多人都會很不注意 就是上樓梯的時候 可能很高速地跑跑跑跑跑 然後蹲下去 其實每一刻蹲的時候 它的撞擊都非常大 如果你說每天這樣撞 好像沒有什麼 那是因為它沒有洩到進去 但當它到了一個臨界點 終於都受傷的時候 它就可能突然打籃球 或者突然跳高 那一刻撞擊 其實那一刻不是那一刻受傷 可能已經是很久 磨了很久 終於都那一刻受傷了 所以有些人就會不知道 原來是日常生活的影響 以為是那一刻撞擊就是那一刻 我曾經是一個學生 她的情況也是挺特別的 因為她本身是沒有打算來找教練 她之後就是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說你再不做運動不行了 那她就決定要做運動 就是她第一天自己做運動 那她要減肥 那她就跑步 那她當時也很喜歡做瑜伽 那她喜歡玩的那些是拉鬆的那些 那兩樣東西加起來之後 她突然有一天發現起床的時候 就很痛 跑都跑不到 連走都走不到 那她就很害怕 那之後她幫她照X光的時候 發現原來她的軟骨已經花了一張A4子那麼薄 所以她就變得不能夠再跑步 甚至很痛 那因為她本身體重勁 那她也是一個女性 就比較容易有X腿 因為X腿的時候 就是內褲了進去的時候 她再去跑步 就會不停地磨到一邊這些位置 就是你像這樣 你看到歪了去磨都會磨到一邊 它磨到蝕了 那之後她就沒有辦法 就是要來跟教練做運動 所以其實我都跟她說 其實如果你當初好 沒什麼事的時候 直接來做 其實你不會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事情 好 那就事不宜遲 今天請楓sir 大家大和去做這個 怎樣去防止膝頭痛的一些動作 不想失關節這麼早退化 全面補充營養都很重要 年紀大注定機器壞 但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是因為經常OT 忙到癌肚餓 息無定時 搞到營養不良所致 如果你經常吃快餐 喜歡三文治做午餐 或者簡陰摘食 很容易吸收不到足夠和重要的營養素 不單止抵抗力差了 還可能肌肉流失 想回復年輕時的體力 就要由營養開始 沛力康全校均衡營養粉 特含量胺酸增強肌肉 一日一杯滿足心血管 骨格 免疫系統 腸道健康 肌肉 五大營養需要 而且衝製方法簡單 即使有育糖不耐症都飲得 他還有職飲裝選擇 配合不同人士需要 方便帶出街隨時飲用 想嘗試重新定義年齡 快點掃一掃QR Code 或者看描述欄 登記拿免費試飲裝 第一個動作很簡單 這裡有一級樓梯 你幫我站在上面 試試走下來 輕鬆 輕鬆 這個動作是否很輕鬆 是的 這麼輕鬆的動作 原來都可以錯 剛才我會叫你這樣試 因為日常生活很多人 下樓梯時沒有注意到 下樓梯時沒有小腿用力 或者大腿下樓梯時沒有減速 你會怎樣 剛才他的情況示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撞擊 其實可能很小力 甚至有些人外樓梯是怎樣 跳下去 其實這些撞擊都會加劇 半月板和軟骨會撞擊而受傷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教的動作 可以在平地上練習一下 例如我們可以很簡單 將雙腳站起來 留意 跌高之後 慢慢控制踩下去 因為很多人站起來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習慣 站起來 雙腳會不夠力地向外咬 這個其實如果鍛鍊向入 其實都會對它們 沒有那麼用的咬柴有幫助 好了 當我們做完上下這樣動作之後 讓我們的小腿肌肉 習慣了收縮 慢性的收縮 然後我們才去到我們的樓梯邊 下去的時候 將一隻腳伸出去 慢慢碰地 然後再射力慢慢下去 那你就會發現 減少了這個撞擊 如果你想再去練習重複的話 我們可能踩一隻腳在下面 用這一腳 夾上來 踩後面的腳 再做一次 這樣重複每邊 可能每一次可以有時間做 看著電視來做也可以 如果有些高級一級的事情 或者如果我們想知道幾次一次 你可能做十五至二十次不等 都可以 視乎你自己會不會說 小腿很累 這樣 第二個動作做了什麼 第二個動作先解釋 先解釋一下 剛才我們說過 我們有骨骨 還有我們有勁骨 而他們中間 通常都是壓迫太多 所以導致他們有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我們這個就是舒緩它 讓它可以拉開 讓它做一個伸展牽引的方法 我們如果在家裡可以拿一個水瓶 這樣放在我們的摺位 如果我們現在說沒有水瓶 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腳 我示範一次 好 找一個地方 躺下 然後把腳伸直 這是一個凹位 把另一隻腳放進去凹位 好 然後捉住之後 把直的腳放進去屈曲 好 然後把手穿進去 捉住我們剛才的腳 向身體的方向拉過來 因為有這隻腳在 或者是水瓶的話 就會把這個位置向下拉的時候 會把腳拉開 就可以舒緩它的壓力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壓住 長期 其實只要找一些硬的 然後差不多大小的 塞在這裡 都可以拉開我們的膝關節 對 其實不一定要硬的 總之你有一個厚度 把它放進去之後 向下壓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力量打開 這樣就不會擠壓得那麼厲害 翁Sir之後我們第三個動作是做什麼的 好了 第三個動作看到我們有一張椅子 因為很多長者 其實他們都未必會夠力 開始 他們起床坐下也會有問題 但其實我們有一些動作 可以日常練到一些 其實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正如我們剛才說過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的腹印帶 屈曲得多 然後摩擦到而受傷 其實我們有一些動作 可以日常生活 會減少我們膝蓋的屈曲度 例如我們其實起床的時候 很多長者起不了身的時候 可能會轉身 把腹筋都咬好 或者甚至是一起的時候 起不了靠向前衝 膝蓋可能一跪就會向前摸 地下也有試過 因為他有時候不知道 原來自己不夠力 站起來 我們就會教他們一些動作 很簡單的 我們試一試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的腳跟要踩得厚 過我們的膝蓋一點 另外就是我們大腳 蓬骨那麼闊 那怎樣去度蓬骨那麼闊 就這樣看來 你會看到一個濕一致 好了 然後我們要注意一點 就是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即是這個中間屈曲的位置 相同一下 我們試一下把它趴下去 盡量碰起來 或者可以把手放在這裡 打算夾住自己的手 好了 這個動作就是用來 把你的體重前傾 放在你的膝蓋 但是因為這個動作摺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彎前 你會看到 就算是彎前的體重 放在我的腳上也好 其實我們的膝蓋 沒有動到 這樣便會減少磨擦 之後我們做了幾次 就是試一下 目前的時候 升高我們的屁股 就是這樣 升好在這裡 然後叫你先坐下 這是一個好的練習 就是連你趴下去 可以先控制到 升高的屁股 因為有時候 可能就是 長者連肌力 沒有力 連這樣升高也做不到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 重複幾次練習 覺得自己夠力的時候 我們就加上第二個動作 就是 升了屁股之後 用屁股發力 讓人站起來 其實這個才是我們 比較好的 坐下起床的動作 我們坐下起床 剛才我們起床 我們坐下應該怎樣 一模一樣 站直之後 把我們的摺軚向後推 留意膝頭哥 如果感覺到 大腿後側緊的時候 可以微曲膝頭 令我們更加容易彎下去 好了 碰到之後 我們的屁股其實 就差很少 我們就慢慢把腳 坐下去 你就可以減少很多震盪 其實每天都這樣做 其實很快就會適應這個習慣 而這個動作 引伸出來後面的東西 就是上樓梯 越來越大力 不需要苦 都是用屁股去發力 今天都很感謝風Sir 分享了這麼多關於 室高眼睫的資訊給我們聽 各位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 那我們就下條件再見 拜拜